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黃如 我在這部戲裡面扮演的是黃若瑩 我覺得黃若瑩這個角色呢 她本身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一個女神 她要做什麼事情都是全力以赴的 然後她是一個非常專注 然後她對於在家庭當中 在感情世界當中 她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女神 渴望愛 你難道就沒有一次想過 我是喜歡你的嗎 然後因為其實這個角色是我從來 沒有去接觸過的 因為過去可能比較是扮演的是 賞白天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其實有一點點比較附黑一點 那其實我當初在拿到本的時候 自己是非常的恐懼 跟有點擔心說自己做不做得到 我真的是黃若瑩 我這麼喜歡這個人 那本身就一定是 做這件事情是合理化的 會讓大家有共感覺得說 是同情的 也會這麼的守護我的 可能是青梅竹馬 又或者是一份很純純的白 因為她本身的世界其實一直圍繞的是貼語 可是她突然出現了一個 可能也覺得有一點攻擊性能的女神 而且這個攻擊性的女神 她真的在我的世界跟我的觀點看上去 她就是一個很壞的女神 一個說謊不老實 結過婚又離婚 還懷過別人小孩女人 就這麼喜歡啊 結過婚又離過婚又懷過小孩 那要怎樣 那是她的錯嗎 我為什麼不能喜歡她 反過來其實我才覺得 我是對的呀 為什麼天宇都好像被洗腦被催眠一樣 就是都聽不進女說的一個很善意的話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我覺得其實非常好玩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這一部戲 多多關注我的表演 來吧